走进未在前镇的这间餐馆 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云南风情 身穿遗族服装的老板娘占秀英 21年前来到台湾 从此在这里落地生根 为了满足儿子的口服之欲 在台湾卖起了云南的特色料理 也深受台湾人的喜爱 因为以前我曾经有在大陆吃过云南米线 今天吃来之后 感觉这口感是非常清爽 因为也许是我刚才从球场在那边打完球 回来之后吃了之后是一个清淡 还有感觉说鱼香 口感是一个非常非常柔顺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我今天来这一趟应该是很值得的 我来到台湾已经是21年了 但思念家乡是主要的 那再来就是因为儿子他当时有去外婆家 有吃到外婆家的口味 然后他也觉得非常的思念 然后又加上现在疫情 那所以我就想说在台湾我来做 我们云南家乡的味道 那第一个可以一解思乡之仇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我把云南文化带进来 然后也让台湾的朋友 然后来到这里就好像是到了云南一样 店内部放着云南的传统乐曲 架上摆着的是当地最有名的普洱茶与瓷秀 打造充满特色的主题餐馆 所有装潢都是战秀因一手包办 一份套餐内云南米线加上自己特调的酱汁 各项小菜还有咸豆瓜与普洱奶茶 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云南 我提供了很多少数民族服饰 然后呢也可以穿着服饰拍照 所以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云南口味的美食 那我们的凉米线凉面 然后都是味道非常非常道地的 所以很多朋友来用过之后 都还会再介绍朋友一直来 所以来这边就像是到了云南一样 那营造一个云南家的感觉 准备云南的传统服饰老板娘郑秀因说 希望来到这里用餐的客人 也能够体验少数民族的服装 在疫情严峻的期间不能出国 来用餐也可以当成到云南观光旅游 同时也让同为新著名的异乡人 能够一解相思之苦 记者张世敏林嘉义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